桃園有千堂之鄉的美名 卻遭到外來種琵琶鼠魚入侵 不但對臺灣生態造成嚴重影響 也危害到養殖漁民的生計 有議員就要求市府農業局 還有農業部等相關單位 要嚴厲因應措施 整車滿滿俗稱垃圾魚的琵琶鼠魚 全都是從琵琶裡打撈出來的 數量看起來相當嚇人 議員在議會質詢指出 桃園蹄塘遭到外來漁種侵襲嚴重 甚至有單口蹄塘撈出超過 1萬斤琵琶鼠魚情形 不但危害養殖漁民生計 也造成生態浩劫 琵琶鼠魚學民一甲碾 是底漆性魚種也是強勢型 淡水湖泊外來種 議員要求相關單位必須儘快想辦法解決 而農業局回應 近年因為水資源短缺 琵琶禁止放水侵蝕 造成琵琶屬於大肆繁殖數量暴增 農業局表示已經協調農田水利署在既有灌溉管理業務運作下配合控制水位 推動琵琶鼠清除工作 10月間已完成桃園鎮十一支十號池 可可港鎮七號池兩口皮糖清除作業 作為示範教育訓練建立養殖業者處理模式 接著詹淑雲桃園報導